今天十辰又到哪個十辰呢? 今天就說妄想症 妄想症?這個好像挺嚴肅的問題 有請師傅詳細解釋給我們的網友知道 好的 想說一下這些症狀是和什麽十辰有關 如果觀眾有研究八字來講 也可以有個參考 妄想症 顧名思義先說一下病症 還有三個特徵 擔心有些不好的事發生 認為其他人或者外在因素應該是負上責任 因為有些人要負責的 要對他負責任 另外有誇張沒有緣的想法 突然想起一些很誇張沒有緣的想法 即是你想不到他想不到 即是勒時間會有這樣的念頭 即是腦袋會跳出來的 什麽叫妄想症呢? 他也是沒有緣的 其實通常這些人的底子應該是弱了 底子弱了 他弱了底子是否會否因為他個人的經歷有些反覆 而導致他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其實這些是講述他的運氣 運氣好的時候應該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 運氣潛伏在這裡 他的命 譬如說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的命是不夠強的 他在好運的時候便沒事 不好運的時候便會出來 通常都是不夠力的 因為通常我們稱為身強身弱 命弱的人多數都是不夠力的 是 不夠力便是用入侵的 是 妄想症呢 剛才我說了 有那三種情況 還有那些患者可能會聽到一些聲音 是 聽到什麽聲音? 聽到有人在笑他、恐嚇他 類似思覺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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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不全失調 令他感到很困擾 好像有很多東西來騷擾他 嘲笑他、恐嚇他 還有一部份患者 認為自己是一個高權重的人物 認為自己是很權位高的人 這是他自己想的 其實他不是的 又相信這些是有人迫害他 又相信有人迫害他 通常這些人來說 他的命中應該是 主要是有兩三祖星影響他的 觀察和食神相關 觀察、食神和相關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食神相關 如果是弱的來說 就會經常覺得有人會加害他 是 亦都會聽到的 會聽到的 因為食神是屬於一些敏感 相關的敏感性 是觸覺 會不會觸覺太敏銳 導致他會有反傾向的思想 對 因為他命弱的時候 就變成不聰明 是 變成疑神疑鬼 是 再加上 為什麼又說是觀察呢 因為觀察是一些 屬於壓力 是 恐嚇 為什麼會受到恐嚇呢 就是觀察所影響 觀察的原生性 就是壓迫 是 受得起的時候 當然也好 受不起的時候 就變成是負面的事 是 妄想性的徵狀 有恐懼、疑惑、憤怒、沮喪 這些四樣東西 都是和觀察有關的 觀察在我們術數裏 是黑身的 黑 即是黑住你的 攻身的 你受不起的時候 就變成很恐懼 因為這些星是夠氣魄、強 你才能受到 你才可以 即是在他的運勢 比較強的時候 就感覺不到 因為是強的 對 強的時候就是權力 是的 但是說他不強的時候 這種就壓迫他 是 他接受不到 他是弱的 那就變得很害怕 是 疑惑這顆星 疑惑就是七殺的本質 是的 憤怒、沮喪等 這些都是觀察的性質 明白 一定有這些星 是的 不信任就是觀察 也是觀察的性 不信任別人和其他組織 是 有被迫害 這些全部都是和觀察有關的 是 受威脅、被誤解 是 也可能有一點偏引 是 被誤解、被孤立 是 憂慮導致疲累 憂慮就是觀察 是 其實這個觀察應該是很重的 會不會是這樣 師傅我自己的了解 這個人當他是新強 在走運的時候 可能他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 沒錯 你不可以永遠保持到自己去到這樣的位置 是 稍有一天 你的觀運可能已經開始慢慢滑落 是 他的思想就會過於敏感 而導致他有這方面的顧慮 沒錯 因為其實怎樣說呢 如果他的氣魄夠 命強的時候 他處理的事情是很精明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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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他一個運不好的時候 他下降的時候就變成弱 是 是 一件弱的時間 這些事情全部都成為是妇類 是 令到他就是 打不起 是 是 那變得負面的事情便全部發生 是 恐嚇疑惑 憤怒 沮喪 或者可能經常都 經常都覺得有人害他 他做的事情出來就變得很麻煩 憂慮這些 其實你現在說的那些全部都是官殺的 官殺就是很憂慮的 他也是這樣說 在我的感覺就是 他為高權重的時候 他當時得零的時候就千呼萬勇 當他可能是那個運勢開始 人不開永遠都是這麼高的運勢 稍一不慎 可能是有些開始傾向下的感覺 他就會有這方面的疑惑 或者有這方面的顧忌 主要應該是運氣不好 而他命中就弱了 照我的理解就是這樣想 沒錯 但我們計八字來說就是運勢弱了 弱了他受不起這些升 例如官殺這些升 他們是攻身的 對 因為他當運勢的時候 千呼萬勇 他不會感覺到 運勢不好的時候 你何來有千呼萬勇呢 會不會是這樣而導致到 他有很多這方面的傾向呢 會會會 凡事都有原因的 而且他本身的命行的運 他應該是有這種升宿的潛在 潛在在 對 他有運的時候就不覺得 他受得起 譬如說 為何跟十神有關呢 因為你也要計算十神的原動力 是 靜觀七殺 有了 恐懼、疑惑、憤怒、沮喪 如果你不好的時候 便會有這種情況 是 如果你本身受得起的時候 便會變成權力和負責 是 但就算你受得起的時候 靜觀七殺這些升 他做事 他一定要行的 如果不行的時候 他會很自責 是 他不斷自責 是 所以為何會有抑鬱 就是這樣 如果你受不起的時候 便會變成抑鬱 就是令到你會有抑鬱症 但如果你再弱些的時候 便會令到你會很亂 是 甚麼症狀都會出來了 是 疑神疑疑疑疑鬼 一個本命來說 你已經弱了 而你的命裡 譬如說 靜觀七殺和食神相關多的時候 這四組星 都是很浪費你的精神 是 是 那兩組靜觀七殺就是 黑身 攻身 要浪費你很多氣力 要浪費你很多精神 食神相關是洩氣的 那如果你是弱了的時候 你的智慧 你的想法怎麼會接受到 怎麼會負荷到這麼多的東西 來剋虧你呢 是 那變成 用不了的時候 變成你做事都不行 是 亂來 變成有點亂來的 是 又憂慮 又很累 那老海中還要有一種叫做 好像有一些聲 還要發覺有一些聲 是不斷在這裡跟你說話的 是 那你 那你便變成了 而神如鬼 我們叫做 是 好像一些虛擬幻覺 那些東西全部都出來了 沒錯 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的現代人來說 就是叫做妄想症 是 給你一個症狀 是 或者可能叫做抑鬱症 其實妄想症 有部分是和這個混雜了抑鬱症 是 是 剛才我說的那些十神 就是和那些有關 但是也似乎挺危險的 因為你也知道抑鬱症 有很多人都可能會走上一些絕落 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輕生的念頭 所以我說是和十神有關 是 如果算命來說 你早知道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好 是 可能人 很有趣 也有的 東南西北 也有利於他的命格的高低 是 譬如有些人可能是喜歡南辨 可能他是生長在西北辨 當他運氣不好的時候 譬如火少了 有些師傅可能會建議他去南辨 即是去南方找食 是的 他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火不夠的時候 他會去另一個國家 偏南熱的地方 他會補充他的能源 這些都是指點迷津的其中之一 是的 他這個妄想症有著正與錯的特徵 是 我現在說和十神有關 就是說 剛好和十神當中的觀殺食傷是連體的 是 這兩組星通常都是厲害的 是 很厲害的 走運的時候 正觀七殺 雙公食神 如果走運的時候 是很精明的 這些是精明有才幹的人 是 但當然那些運一落 他命一弱 這個負面的東西就會出來 是 那負面的東西是怎樣呢 就是用精神分裂 是 因為他很浪費精神 是 是 妄想變成是幻聽 是 就聽到聲音 是 不無與食傷性質關聯 聽到聲音 因為食傷是很敏感的 是 就是食神和相關 很敏感的 是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太弱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些陰東西 是 是 恐懼、疑惑、憤怒、沮喪、不信任 全是觀察十神的性質 是 當然 真的要有耐性去研究 你才會研究得出 如果出現了這些情況 可以有什麼方法化解呢? 這樣說 因為都不一定可以化解得到 等於有醫生去醫治病 都不一定可以醫治 是 沒錯 只有一種去輔導他 即是開解他 開解他 或者給他藥吃 一來吃藥 二來開解他 只有這樣 還要看他的症狀 有否可以轉 例如我們來說 一個術數師傅來說 都是計他十年十年的運 是 或者他這十年 這十幾年是有這樣的問題 弱了 或者可能突然間 他在某一個十年 黃化他就沒事了 這不是迷信 這其實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我也希望是真的 因為師傅我都聽你說過 有抑鬱症狀到我真的完全康復都接近二十年了 是啊 也聽到你一些好消息 接下來都希望成你貴然 是 是 會有這樣的傾向 就好像反彈 有機會 是 因為八字命理 計算是不行的 人的命是十年一次的 是 五年一小運 十年一大運 沒錯 這不是迷信 這是一個學問 不過這不是既定的學問 為什麼 什麼叫做 不是既定的學問 就是不一定要學 是 所以有些人覺得很難的時候 就不學 但是讀書這麼難 你又學 你又去讀書 那就是因為是既定的學問 我真的沒什麼機會學 因為自問財所學淺 但是問題是 我起碼認識到師傅 我會去問我自己的前程 就是催吉避空的意思 是 那今天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即是說是跟十神都有關係 是 是計得到的 不過當然 都要自己有經驗去慢慢去 要有耐性去計 是 那你要有關乎十神的一個性質 它是多了這種 譬如正觀七殺食神 相關在一個人的命裡 是 多的話 他的命一定要強 是 一定要強才行 如果一躍就會瘋了 是 那就很雜亂了 他剛才說的病徵就會出來 那就叫妄想症 或者可能是抑鬱症 不信任人 就好像經常都受到威逼 誤解 被人孤立 這些全部都是跟觀察偏印 食神相關有關的 是的 是的 這裡還有一些幻想型的妄想症 是 這些症狀通常只是展出一種非常複雜的幻覺 這一種幻覺就會令身邊的人 會產生很多磨擦 是 因為他經常都私人地 可能會對不利 tyle 還國 疑神疑鬼疑這個又疑那個 那它會誤會了人 令到它身邊人會覺得很麻煩 會發生磨擦 那當然 那會開片 是的 也有一種叫做精神分裂型 是 叫偏狂型 精神分裂型 那這種是否比較恐怖 是 它這種就導致極端的妄想性的想法 是屬於精神分裂症的一種 可能會出現同時有妄想性想法 幻聽 會出現幻聽 妄想性的想法會更嚴重 這就跟食神相關有關 被壓迫的就是跟正觀七殺 所以跟食神是不模有關係的 但當然你要研究到 我想學過八折人都知道 正觀七殺 相關食神一段命很強 要強才行 而黑而涉 身強的人 如果你弱了 這些星放在你命中就很嚴重 師傅想問 如果身弱了 又有這些星出現 是否很容易輕生自己的那一隻 會的 如果嚴重來講就會自殺 為甚麼呢 因為等於有些明星人 可能早十多二十年 三十年很精明 但現在可能到了第四十年 五十年後 或者四十年後 可能會變得好像低低的 變得好像索作一樣 是 都可以的 都有的 痴痴呆呆 或者亂講話 那就是他的智商低了 是 因為他的腦本來是很精明的 譬如正觀七殺 食神相關 喉嚨是很好的 做事方面很精明的 但如果你是弱了的時候 或者運氣沒有的時候 這幾組星會變成入侵你的 會打你的 會動你的 是 那你頂不上常便會瘋了 那我就很幸運了 你經常說我新強新強 是 我又遇到這樣的症狀之前 新強是這樣的 是你沒有問題的 是 不過新強的人有一件事是不好的 就是必定是小韌多的 是呀 而且很漫長 是呀 這個症狀是令到你的人 有時都很沮喪的 這個經驗所得 新強的人是有一件事是不著數的 一定會被刺負的 是 尤其是在你的命中 有了一些很強的症狀 簡直是墊珠 是呀 所以有好又不好 有辣又不辣 是 幸好認識了師傅你 很多時候不開心 打電話或WhatsApp 問你 也有些很好的解釋 給我知道 經常叫你放心吧 你將來一定會好的 這也是對我一個很好的鼓勵 因為新強是有一個好處的 因為新強的人來說 他那個智力 或者他命中有一些靜觀七殺 神相關 他能頂得順 是 最多他不好運的時候 當然是差一點 也很辛苦的 頂得啊師傅 當然 有辣又不辣 是呀 有苦自己知道 又不知 又說不到給別人聽 在五行八節來說 新強他可以接受到一些很強的聲音 去剋攝他 是 但他一不好運的時候 他就變成少因很多了 是 新強這是一個定律 是 新弱的人來說 他行的符運 符生座 符的就人緣很好 是 他得到很多貴人的幫助 是 但如果他一弱了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他這些就會自我輕生 很多時候會不會呢 他就會短了 短了 因為他命裡面 如果有一些很強的聲音 去壓迫他 剋攝他的時候 如果他行運不夠力的時候 就是弱了 他受不了 就會變成智慧就會下降了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而自我輕生呢 這個也要看回 他本身的運 是否去到這麼絕 是 譬如說 他的運 如果要去到 譬如說 充滿他的用神 這個就要複雜一點 是 要輕生 就是要充滿他的用神 或者令到他的負荷 真是 很頂不住的時候 才會這樣的 就是有這樣的傾向 有 所以說 病症 都可以在十神那裡 可以預測 這樣來參考 是的 今天就很感謝師傅 幫我們 講解了十神的 妄想症那些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藉此 參考一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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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